因为现在的其他融资的渠道也是比较困难 所以他们有这个做法也是正确的 另外一方面来讲 因为内营股票从地位反弹也比较多了 现在也进入一个比较处理比较大的一个区域 而且这个降息的一个趋势 如果期许的话 对于内营的盈利也是一个压力 所以短期来讲 可能这个股价上面的压力是比较大一点 但是如果作为一些中长线的投资者来讲 如果他们买入的价位也是比较便宜的话 我觉得也不需要太担心 因为我相信产业来说 内营股的表现还是可以的